大家好 介绍了 新祝各位十一快乐 我现在在天津 听说天津西北角要早上排队 今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到底排不排 Let's go 现在早上六点 六点不可能排队了 确实排了 这家排了两个人 哎 真的是 这么早啊 你们也 啊 是 哪排队啊 没什么排队啊 想吃那家吃那家 先买一个这个 你好给我来一个传统的 一套 哎 一套 得嘞 你看我这外着小碎布 我一点不着急啊 这都说排队你得起早 其实西北角就比较集中的 就这一圈 看了吗 姐姐 一个焚烫 一个面渣 这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店家人 我这碎布 不得在门口住 他都不知道 有点焚烫 这是卤子 这是料 香油 醋辣的来点吧 来点 这是玉米面 不是 梅子面 梅子面 芝麻 麻酱 再盖一层 一共两层 还可以三层 要给我切点糖果的吧 没错吧 哎 谢谢你 点个果把菜 来一个果把菜 再来一个蒋子 可以 原来想买咖啡消一下种 结果买咖啡的都没起 一个一个来 主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尝一下 肯定是吃过 没骂的 从来没有这个饺子吃过早餐 我人起了 我也没起 强球捲犬 凯子计 没吃过 里面是一个炸的东西 外头是一个 大冰卷一切的大饼 好吃 把这个卷串里面 豆芽菜吃起来很爽口 非常有层次 这个大饼 软的 这里面炸的小壳 硬的 里面那个豆芽菜又是软的 特别好吃 这卷串真的好吃 里面的菜 它多了好多麻镜 豆腐乳一些 我不知道对不对 才能吃出来那个味 好 来口饺子 吃一下 下面还有个鸡蛋 玩一下 吃完了 你好 照一下 谢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粉套 老天津的美食了 很多人不知道 上面有牛肉 辣椒醋 下面是粉丝 看着不错 先来口套 怎么形容呢 就是特别像和娜那种 胡辣汤 酸 辣 香 这个作为早餐还挺顶的 酸辣的味道就 穿透力非常强 面茶 我要的爽料 下面是米子面 我没吃过 从侧面你可以看出来 它是分层的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芝士蛋糕 吃一口看看 这个口感特别纯厚 芝麻酱加吃吗 这种香醇的程度 你想象一下 这个米子面也特别护嘴 面茶吃到现在就一个字 香 烫火上 哎不是 这烫火上吗 没所谓 这个好吃 又香又脆又甜 总结下来啊 面茶的口感就跟那种浓油茶 感觉有点像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没喝过 接下来博巴菜 大家都见过 这个我上次吃过啊 我刚看见也忍不住点了一碗 试一下 好吃 博巴菜还是无敌 我是真喜欢吃这个 黏糊 味也足 口味还重 这个真喜欢 谢谢 我吃不下了 谢谢 太客气了 吃完了 转一圈 买这么多早点 给大家尝完不到7点 好的我们精神消费 39块8 那边有人笑我 就我这个强行开机的 为一个卷犬下去 就已经不行了 太顶了 鸡杯酒为什么天天排队 我算弄明白 卷犬是咸的好吃 醣油果是甜味的好吃 焚烫是老味道的好吃 博巴菜是老有虫缝般的好吃 面茶比较复杂 我也真的是第一次吃 给我的感觉就是香 但好不好吃呢 就是我估计吃了惯的朋友 肯定觉得好吃 俗话说的好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希望各位早起吃虫的时候 一定量力而为 别吃太多 顶好了 最后再次祝大家过心快乐 齐饼饺 上好到中 冲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